这件事情就先这样吧 实在不行 我就再凑一些钱给他 但是你们放心 我既然答应去签和解书 就一定不会失言 其实你比我们更了解那李卜 你觉得他能被说服吗 你要是不摆脱他的话 将来可能麻烦更大 那也没办法 这坑是我自己挖的 只能认命 实在不行 我就和他拼了 我只是希望这件事情 你们不要告诉田敬衍 行吗 好了 别说傻话了 我去 你又 如果 如果我们帮你摆平这件事 你能答应我个条件吗 什么条件 这件事情是邵燕不对 不该一时糊涂搞出这么个 假冒男友的荒唐事 我替他向你赔个礼 我看啊 你是个明白人 我看啊 你是个明白人 这事啊 本来我是不愿意的 是他非一直求我帮忙 后来我帮出感情呢 又要一脚把我踹开 这 这 关键是他还想拿钱砸我 这也太不尊重人了吧 不是拿钱砸你 邵燕看你为他受了伤 心里过移不去 想补偿你 他一个单亲妈妈 自己带着孩子挺不容易的 还得提防着他前夫 你就别为难他了 我是想帮他 我这也是在意帮他呀 你说啊 我要跟他真诚了 我不光能照顾他跟孩子 还能彻底断了田静也的念想 两前其美的事 这多好啊 毕竟 邵燕他自己没那个意思 日久生起啊 你帮我劝劝他 感情这事吧 还真不能强求 那行吧 那你回去吧 有啥事让少爷来跟我说吧 你这人哪 就是欠揍 你是自己去派出所 还是我带你去 你选 不是 你唬我呢是不是 你以为我是被吓打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今天哪儿也不去了 我就在这儿睡着 我打死你 你心不见 秦秦 冷静一点 打架能解决问题吗 不是 就是流氓 又不赖 你跟他谈什么谈 他也是这件事的受害者 就事论事 咱们得让人家满意了 这事才能解决 还是你说话有道理 李伯 那你就直话直说吧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放过邵燕 我说过了 给我拿三十万青春损失费 这事咱就过去了 要钱 是吧 要钱你就放了邵燕 去派出所欠何解书 对吧 来 三十万啊 卡里拿 足足三十万 我给你放这儿的 下地 走人 你这不胡闹吗 李伯 这钱你也敢要 我有什么不敢要的 你给我拿着 你闭嘴 这是我应得的 密码 六七 剑红成 你这不害人家吗 你也是 你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三十万 就你这点小伤 顶多几百块钱医药费 你管人家要三十万 这就是涉嫌大金额的 敲诈勒索罪 你懂吗 就凭这张卡当证据 他去法院告你 一告一个准